這限制不會完全正確 只是在大致是怎樣 我想比較重要當然是我們本地自己主動的作為才更為重要的事 剛剛這位先生 請問PM2.5到底是抽香菸的菸例子到底是多少 然後在外的菸到底是多大 炒菜的菸到底有多大 然後2.5到底是相對於哪一種的星星 再來就是說我們有沒有做過台北市過年的那一段期間 跟前後正常上班日子的那一種PM2.5到底是多少 或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那是教通油量的影響到底對於我們台北市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因為可能過年的時候 教沒有教通的油量 或者是車子大陸都會噴上不去的 他們比較小 那他的那個 那個污染石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跟從中國大都飄過來的 如果我們放下他們也放下 那就很難 那可能可以檢驗出 車輛它的變化形形大概怎麼樣 有沒有應該會 照理來講應該會比較好 如果說管制車子的話 可能就是說直接從這方面可以 可以下降的那個情形 至於工廠方面 可能就他們停封前後也是過年的這一段時間到 他們可能會有停封法 我想那有沒有那樣子的資料沒有 基本上那個細小的粒子 其實我們的粒全夫粒粒 大概以去量的話可以分成兩類 一類是大顆粒 一類是小顆粒 而且基本上都不是平均分火 它會在某一個位置會有一個極低值 那這個極低值呢 通常就在差不多一到五個微米這樣 所以PM2.5呢通常都是那個極小的部分 有兩個極小的部分 極小的部分 這個最小的這類的大部分 大部分的情況是由氣體凝結出來的 它不是出來就是固執 或者是 不是出來就是這麼大的粒子 是氣體凝結出來的 所以可能是 你看那個來源 有的時候呢是這種工業製成 一些金屬變成氣體的時候 它變凝結 那大部分的時候是那種 有機物 Hydrocarbon 汽油 或者是我們燃燒不完全 或者是這種 一些東西 這些 從氣體變出來 所以它很小 所以你要說 燒菜出來的例子 這個我沒有太多的 我沒有太多的 我沒有太多的 應該是你吧 就是說 那個 那個 剛剛 有 原來講 汽腺癌的問題 汽腺癌去做出來 那不是說 只有抽菸的女性 才會得汽腺 其實 抽菸的人 也有一大部分 也是汽腺癌 那 過去 因為我有參與國家 是汽癌 汽癌基 那個基因體會癌的 那個研究計畫 那 我大概知道了 這個是 流菸的統計是 油煙 爆手煙 還有那個 PMO電腦4 做出來是跟 這個 汽腺癌是有 危險 是危險因子 但油煙 我們不是只有一個 唯一啦 其實油煙裡面 有很多 很多的 化學物質在 那裡面 變氣體 吸進去 所以為什麼 錯菸癌基 需要朝鮮 一直開 錯菸癌基 實際上是有幫助 這是有效的 可以把一些 油煙的 匯齊 把它收出去 那裡面的 塞尾很多啦 其實 這個文獻都有 你說你 插環器 插 那些東西 其實裡面 有環境之外 所以 那是怎樣 有做過 代表在 某些期間裡面 你插環器 有環境之外 你油 你拿著 一個鍋子的時候 就賣出來 一、三、三、四、三 現在都不治療 有 國際衛生部 總共有這些 治療都好 以前 以前 我媽媽在炒菜 都先 鍋子用的 燒油 放下去 鍋子開始炒 你快炒 你看看 奇異的一種 很棒 很好的一種 那種比較有 做油煙的炒 油煙來拿 就說油煙的炒 變得很重要 油煙的炒 你如果 在這裏頭 就是油煙的炒 你如果用 菜脂油煙的炒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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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發性有機物的 那個 致愛物 會比較多 這要注意 那不一定有 2.5 完全 那種就有 5.5 分別 2.5 2.5 比較誇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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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克力大小也有管理 他裡面的 生活也有管理 這都管理 他說 我以前 我有一個 教授很準備 他說 你像你有做 那個 澳門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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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中有水氣 的 農在 水氣中 那他的流氓跟 他就會 開始慢慢 形成克力 他沒有做過認證 有一個 光 他的 那個 光反應 那個 那個 四來的 你做這種研究 那 就正常說 你有那個 歐陽化瘤的時候 他融在水氣中 他就可以做 二流川根 二流川根 顆粒就開始形成 那 那個 Nucleation 就開始形成 的 小顆粘略 所以 這就是 我感謝你多重 寄给人家应该主要 这会坚定说也不一定 我想刚刚我们面对各种的来源的影响 那大家推来推去 台电说那个是交通 六星说那个也不是他在海边 那是浊水期的阳城 那又有一部分贡献是来自 境外都占商之一 不过假设用一个比较模糊的观点 境外占商之一 那么光化延伸占商之一 延伸的一些阳城占商之一 很可能类似这种一个概念 那也就是这样 每个因素 每个来源都有影响 那大家就能推 大家就在那边打混账 说到那边就是任意 我又不是最明显的那个排望远 或是那个 如果说哪一个人占了十分之九 那很清楚 大家就会要求他 就要要求他改煞 或是把他观察 所以现在很多的原因 而且这原因可能都有一些 就是说都是一个主要的角色 或是来源的这个噪音 刚刚有提到说过年期间 事实上也有一个很特殊的时间 那边就是台风期间 台风期间全台湾 空气都是最大的一流的 我们就像刚刚徐教授谈的 那时候如果说又是有好的天气 第二天 那是最好的天气 所以以前我们曾经说 在台风期间或是过后 我们看看我们所有的监测战 所有的仪器全部降下来 而且都很一致 每个都是十三 十三 十三 因为全台湾的空气都是很干净的 而且都是很均匀的 甚至是这样 那还有一种研究是所谓有 刚刚是有监测资料来分析 那当然也可以用一些统计来分析 塑取模式等等 另外一种分析方法是有 唯一的成分 唯一的成分里边 它是硝酸眼 它是硫酸眼 它是硝酸眼 它是占了多少比例 然后碳 黑碳 那跟它来眼的贡献 做一个这样的统计 不过这个还是用推算的 那我是认为真的比较积极 或是主动性的就是用 用不错的光泡模式来模拟 用不错的光泡模式来模拟 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要环保署 或是说挑一些经费来做 那这部分就应该可以比较精准的 掌握到每个来源 比较积极科学专业的这个方法的贡献 很遗憾现在环保署做的不多 做的不多 那么我认为用模式模拟 应该可以更容易来理清 各个排放来源的角色分量 甚至说能改善效果 就是我想我们应该再进行 赶快推动要求有这样的进展 那这种各种情况出来 我想那个可能可以去找到 我记得好像那个烹饪 他应该有人去做一些成分 大概有一些量子的大小 不过我没有一些数字 我通常才找出来 没有比较特别的状况 或者拜乡 应该都还是 那范围就要看 可能还是要看温度 然后看它的材质 它会燃烧到什么程度 那不过这些东西是不是说 大部分平常我们来自工厂 或者交通污染源 不过这些东西也不会说 不是说没有贡献 我记得以前我们跟那个谁 那个中中大学李重德老师 他就讲找出几个 那个高污染事件的时候 高污染事件当然就是说 农度比较高超过标准的话 除了当然就是说很多气象条件 可是他发现说中延节 什么那个 那个 元宵 还有另外一个 烤肉 中修 中修要烤肉 就发现说 诶 哇 怎么都出来了 所以我们除了说 这个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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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 没有 文理事长 因为我想知道说 像一般人要怎么来防护他 如果说看到数据比较高的时候 或者有没有什么方法 因为不可能都不出门吗 像小孩就要上学啊 然后要上班啊或什么 那是不是有什么口罩是可以有用 还是也是没有用的吗 口罩当然口罩有它的用途 可是口罩就是要戴的 一个是要戴对的口罩 一个是戴的方法要对嘛 因为口罩有些是对气体的 像是活性碳的它就是气体 你就不能来用微粒 微粒那是一颗一个要过滤的 就比如说像以前那个SARS什么 N95啦N99 可是那个你假如要戴也要戴得很紧 因为经常有时候不紧的时候 它从旁边从你 因为我们脸也不是平平的嘛 有鼻子有嘴巴 而且每个人长的样子也不一样 那个口罩 旁边通常有一些比较 那个没有弹性 你要密切地把它弄紧 可是弄紧其实你不会太舒服啊 因为你整个呼吸都是透过 那个有阻力的那个口罩嘛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平常假如在职场要求说 特殊的状况要戴口罩的时候 它都要去做测试啊 因为有些人假如本来就有一些 就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或是恢复疾病 那这个呼吸的话 阻力道的话对它来讲其实也不好啊 所以其实我们每次都讲说 当然是最好能够赶快把它降下来啊 但是没有降下来之前就为什么 我刚才会提到说空气污染指标 那样子是可以至少给民众一个概念 就是说好那就是说好那你假如是敏感的话 那你可能在至少在绿色 然后再过来是黄色嘛 不能不能超过黄色嘛 对不对 但是你有些人特别特别敏感 你假如自己 你自己都觉得有症状的时候 譬如说觉得眼睛不舒服啊 喉咙不舒服 甚至都到会咳嗽 会觉得有点凶闷 那你就知道说 那你可能是是有一些呼吸道问题 那你就必须要减少运动量 或是尽量 就说你假如运动量很大的时候 你可能要减少你的运动量 或是说你假如本来也没有什么特别运动 你就觉得不舒服 在外面就不舒服 那你可能就要进到室内 但是室内的话 经常有时候像 像室内你假如说 有时候为了通风 窗户要打开 那里面跟外面的还是一样 也没有保护得到 那有人说 那是不是可以用什么 空气清净剂 那空气清净你还要看到 知道说它的效率怎么样 因为空气清净剂 你假如房间很大 空气清净剂的那个 那个效率没有那么大 也许没有办法破裂掉 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 不要自己说把窗户搬起来 自己里面又有人在制造 室内空气污染 有人在里面抽烟 那里面你假如说 煮东西的时候 那油烟不抢的话 有些油烟 没有那个抽空机不抢的话 那事实上 那个油烟会有在里面 所以有个可能 要用油烟啊 我们时间完全不用油啊 我们做火锅放肆的厨房 是啊 那没错啊 是所以可以有一些 有一些选择 对 那其实就是 就是 要 要要注意 像 我刚前面讲到嘛 大家觉得说 运动很好啊 增加你的这个心灰的能力 可是假如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 你就尽量避免 不要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 去做一些 比较劇烈的运动 骑脚踏车也一样啦 骑脚踏车或是这个 运动 所以你最好 其实最好假如 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 可能就尽量 你可能就不要去骑机车啦 因为你骑机车 一直都是在外面嘛 你可能是大众 大众 大众的那个 交通工具的话 比如说在 在捷运里面或是在那个什么 公共汽车里面 就相对就好很多 然后你想要骑机车 或是走路就一直 会闻到 特别是你走路 可能还是路边 你骑机车的话 因为那个汽车 那个尾气 汽车排出来 那个都是 都是 都是微粒 而且是 特别特别 特别 尾气排出来 特别特别小 都是那 有些人讲说 那你力进 我应该更容易进去啊 那 所以就是 就是在政府没有帮我们 这个 或是大家没有努力 让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 这个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需要很注意 因为我们的浓度 其实真的还是 还蛮偏高的 还有 还有那个庙 庙里是应该要想 行人的东西看学的 不是 就是说 大家都在学 那个什么 我刚刚说的什么 言语文化 还是说 还是 还是 大 三年 还是 应该算我来讲 没错 我想有些民族的话 也许有一些 可能需要有一些考量 对啊 我想要有时间的关系 对啊 那我们这个 各位朋友们要补充的 好 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 一个人检探委 都站在这儿 台北都做这个 脚踏车 到这儿都在大马路的旁边 我就觉得 这 我看就有可能 我可能不要这样站 因为 第一 我们的呼吸量 其实随着我们的运动 是增加好几倍 你 成比例增加了 是增加好几倍 所以你像在敦法北路 还在敦法南路 你站在台上 我就觉得 你是自己会用你的气泊 来做空气清净机 这样可能没错 好 谢谢 我是觉得 我们空气的危害 空气污染的危害 会引起那么多人的死亡 弥病 伤害 那 那 说真的 政府应该 怎么样来 改善空气污染 也就是说 花那个钱 来改善 那么来 结果危害 那么这样来 来 来 考量之后 应该是 很值得 很有效益 这意思就是说 空气污染的危害 是这么大 我们改善空气的效益 就是非常大 所以我们 不管 这工厂要它降低 政府推动大众捷应 其实 花一些钱 那 应该都是很值得 而且 尤其是市民的健康 所以我想正如在空气方面的被动或是音群一直推延 推延 有时候我已经到了一个 我想大家没办法感受的地步 尤其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议题 大家受那么多的危害 而且显然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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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今天我们要提供的资料 让我们更详细的了解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木买台湾怎么佛 这当然是我们希望能够佛得健康快乐 那对木买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我们除了个人 就是在行为上面 尽量来减少这个 这些空气污染物的产生 比如说 这个 减少这个 混沙的行为 比如说这个 烧金 烧香 这种行为 尽量减少 那 尽量减少这个 比如说像 开车的行为 能够 这个 骑脚踏车 就骑脚踏车 或坐捷运 如果 怕现在坐 骑脚踏车 会呼吸 张空气 或者坐捷运 或者公共运输 尽量 减少这个 骑机车 自用车的这个 使用 我想 这样可以 你个人的行为 来减少 一些 我们个人的 对空气 所造成的污染 那当然 更积极的 我想是 我们要 要求政府 提出改善的措施 针对固定污染源 移动污染源 等等 这些污染的源头 能够采取积极有效的一个 策略跟措施 予以改善 我想这是 判施 判断人们 会 积极努力 去推动的工作 也希望 各位 朋友 跟我们一起 努力吧 今天 再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